辽宁省黑山县新兴镇前坚村有一位叫陈立军的农民朋友 今年在水稻生产上应用了高科技纳米863生物助长器 大家都知道纳米技术在今天与计算机技术基因工程并称为21世纪的三大前沿科技 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可是应用在农业上会出现什么奇迹呢 这个是使用纳米863那个效果 这是我们家的道路 这是爬人家的道路 看着效果 它这个造成的道路 造成我们家的道路比较难 可它绿刚才出 出错来走 全是一天难一点 据陈立军介绍 他在水稻进种时就开始使用纳米863 结果在出苗时就发现他的稻苗又齐又壮特别好 而且根系还特别发达 抗病能力也明显增强 使用了以后移栽时候吧 移栽时候这个火苗当时在火苗期间根本就没裂吧 擦上了火 最好也得照看的体验 实验 通过拉平实验对比以后吧 现在老百姓因为这八六三效果是特别大 使用的特别明显 特别是在这个稻田上 所有买八六三进入反应特别好 特别是今天这个就是他这个陈立军的 他这个稻田是特别典型的 同样是高约三十五同样品种 他输家对吧 他比他输家早 并且那出苗时还没输家早 所以说从疫苗看吧 他抗病力强 第一个 再一个就是说那个火烟快 增长潜力大 从现在看这个稻田看吧 增长潜力正常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在现场我们不难发现 陈立军的水道涨势明显比别人的好 而且出水时间也比别人的早 这都是纳米863所发挥的作用 它到底是什么工作原理呢 完全是物理的原理 跟水形成共振 水的是16到25位米 这个频率 水正常存在的方式 是13个水分子 形成一个水分子团 咱们这个是形成物理 形成共振 让这个13个水分子团 变成小于13个水分子团 这个溶解力渗透力 和那个溶氧 溶氧氧氛的能力都增强 水的活性决定了水道的长势 尤其在水道育苗期 使用纳米863更是关键 不但能增加种子膜的透性 促进种子快速萌发 提高发芽率 同时也能提高水道吸收养分和抗病的能力 为后期水道早分裂 早抽税打下基础 陈立军的水道 之所以长得这么好 都是纳米863的功劳 提高发芽率